我是一個單情媽媽 這孩子從小這樣子 我一個人這樣帶大 然後就這樣子斷送在 我不知道應該形容 這是殺人機器還是什麼 生命難道 要受到這樣的一個對待嗎 說實在的 這個來的非常的突然 非常的突然 那這個帶給我們 非常大的一個身心的一個傷害 我的兒子才幾歲 你們看到了嗎 才幾歲 他正在起步如日中天 然後就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樣我們家屬怎麼接受 那一天我還不知道我兒子在車上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事件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 為什麼台鐵老師在出包 誰去搭那班車都不知道 哪一天誰去搭都不知道 我們國人的生命 那個安全 有沒有顧慮到 每個人都有家人 哪一天誰會去搭哪一班車 沒有人會知道 或許是你或許是我 或許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朋友 生命 生命 生命難道 要受到這樣的一個對待嗎 說實在的 我今天接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我真的很激動 因為從事故發生 從當天開始 我一直都沒有覺得 這個事情 我們家會有 會有 會有涉及這件事情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一直到今天早上 我還沒有接到消息之前 還有人還有朋友在問我 怎麼會這樣 我還 我還 我還很 很有信心的說 我的兒子 會平安的回來 可是我等到的 是這樣的答案 今天我兒子 為什麼會搭上這班 這班死亡列車 他是去工作的 他不是去玩的 即使是去玩 他也應該有安全的保障 原本說實在的 我還是有養兒防老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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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孩子 你們看到了 我不敢說他是最優秀的 但我肯定他是很優秀的 就這樣子 沒了 如果是你們的親人 請問你情何以堪 因為歷年來 這種事情 重大的這種事故 陳書不求 希望不要老是 只是在那邊檢討 指紋樓梯想不見人下來 這樣子是沒有用的